台中一名张姓要头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气 平常是以车子还有电子游异场为家 并且固定到财神妙拜拜 气球发大财 甚至可能跟药角相约交易 警方经过了长期的跟肩埋伏顺利歹人 另外在大雅区的一间娃娃机店 连续两天遭小偷偷走价值2万元的商品 店家透过了监视器报警歹人 警方还在嫌犯的车上搜到两包毒品海洛英 狂妄窃贼开着乡心车来到娃娃机店 趁着四下无人目标锁定娃娃机店的高价单品 拿着塑胶蚁人一采 就把东西当作自己家的通路搬走 而且偷一次不够第二天又来 这回店家透过监视器发现立刻报警抓人 警民罗就像共同压制欠嫌 53岁灵性嫌犯被有窃到前科大台中地区到处偷 甚至都刻意选在凌晨跟大行早犯案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终究难逃罚网 警方出来在他脏车上查获偷来的2万元脏物 还搜出两包一级毒品海洛因 当场被医窃到毒品罪送办 而同样以车犯罪的还有他 38岁张姓女子警方在他车上起货大批家当 还包括贩毒用的安非他命和毒品咖啡包 贤乱在离婚之后没有固定的工作 竟然对外贩售毒品来磨砺 且为了规避警方的查庆 以车辆为家 并将全身的家当放置在所驾驶的车辆当中 张姓嫌犯以贩毒为生更怀着发财梦 固定到财神庙拜拜 进而跟药角相互交易 但神明不保佑发财梦还没实现 先进牢里吃老饭 借家留去台中冲动